路面下陷 破出大洞 轎車行駛 內側車道 撲通一聲 車頭瞬間下墜 不偏不倚 栽進洞內 還劇烈彈跳轉了一下 幾乎半個車身從路面消失 聽到聲音的時候 看到說他人已經掉下去了 車子已經掉下去了 就問他有沒有怎樣 就幫他打電話這樣子 女駕駛慌亂之中 自己開車門爬出脫困 手臂刮傷 胸口疼痛 他站在路邊交集看著 陷落洞內的愛車 像在狐疑 怎麼會這樣 時間往回到坍塌的路面 原本是一塊灰色陰影 3到5分鐘時間顏色越來越深 瞬間變成大天坑 一輛黑色轎車差點中陷阱 千鈞一法之際巧妙繞過坑洞 不過66歲的婦人卻沒閃過 工人到坑洞下緣 把車五花大綁 慢慢把受困轎車給吊起 警方封起內側車道管制交通 懷疑可能是連日豪雨 造成陸基掏空 當地里長說 文新南路半年內 就發生三起坑洞吃車的意外 希望台中市府 加快腳步查出原因 否則還會有下一個受害者